台东县台湾蓝宝鉴赏交流拍卖社团负责人林建强 7月17、18号两天网派易卖东海岸的玉石 将所得全数捐赠给花莲县刘一峰省富 21号下午和玉里的玉石业者来到刘一峰省富的二手物流 亲自将这笔爱新易卖所得款20万元交给安德 省富满心感谢表示将会好好利用爱新款项帮助更多人 台东县台湾蓝宝鉴赏交流社团负责人林建强 7月17、18号两天网派易卖东海岸的玉石 所得全数捐赠给花莲县刘一峰省富 21号下午与玉里玉石业者来到刘一峰省富的二手物流 亲自将这份爱新易卖所得20万元捐给安德 省富满心感谢地表示 他将会好好利用这份爱新捐款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要利用那些大的奉献 也特别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街友的 也会有一个固定的宿舍 也谢谢您多少谢谢您 来自台东的林建强说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刘一峰神父的故事新闻 认为他真的太伟大了 希望能够协助神父 所以透过这场的义卖活动 用行动来表示支持 听过刘神父一些事机啊 大家全省的持有就出一些爱心 目击物资由我来拍卖 神父将感谢状交到负责人的手上 非常感谢说 虽然台湾现在大环境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过爱心以及善心不减少 默默行善的人还是很多 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来自台东的爱心 神父将这份爱心继续散播给更多人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